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 我是子融 在今天单元持续带着大家认识了环境用药相关的议题 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 谢彦如署长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醒 署长好 主持人子融还有我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除了我们比较小的空间之外 像是我自己住在社区大楼当中 也常常听到管委会说什么时候要清洁 什么时候要消毒 会请到了外面的业者进来 对我们来说好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但在认识之后发现 跟我们一般大众所使用这个药品 或者是他的项目其实是不太一样 其实有更多需要注意到的地方 是的 这里就我们平常家里 如果在大卖场就可以买到一般环境荣耀 一般我们这个蟑螂蚊子这些就可以 可是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说 我的社区或者我们机关学校包括我们办公室 那如果要做这方面的一个环境害虫的清除的话 那我们就要注意到就是有病美防治业 我们就会我们会有一个合法的病美防治业来找他们 那这个在我们的我们化学署里面会有个网页 那大家可以查得到合法的一个业者 那你也可以在你所在的县市用县市去搜寻 那也可以用这个名称来搜寻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要找合法的病美防治业者 那另外就是说药品刚刚有提到药 那如果病美防治业者去拿一般的环境荣耀 当然就可以 可是问题是那个在使用上或者效果上 就不一定说适合用大面积的 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个使用这个特殊环境荣耀 所以我们刚刚讲特殊环境荣耀就要我们另外的一个合可 而且特殊环境荣耀你只能就是政府机关或者是病美防治业者才能够使用 一般民众是买不到的 那这个民众到找到这个病美防治业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注意到病美防治业他们通常接到这个委托以后 他会到现场之前做个评估 了解到是什么样的害虫 然后大概他要怎么样的施作方式 那他就会去拟定一个叫施作计划 这个施钥计划 那么跟客户这边来做讨论 什么时候来施作 就是时间嘛 我的范围在哪里 我会用什么药 那么我在施作期间 我们的民众要注意什么 也许要先离开 或者我施作完之后 要多久才能开窗 他会把这个计划书来跟客户沟通清楚 那之后就按照这样来执行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有要求 当施作完成的时候 他们要有一个这样的报告做起来 然后要申报到我们的化学署的这边 我们来管理它 这样来确保说 这个消毒的case 或者是这个清理的case 如果将来有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哪边有问题 那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 我们对他施钥的种类 我们也可以收集资料之后 我们可以评估说 他的害种有没有效 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调查 也就是对这个药的抗药性 我们也把它纳入我们的一个 调查的一个范围 所以这个就是 民众去委托之后 他们怎么进行 还有进行之后 民众要注意什么事情 都在这个地方 要去好好的管理 没错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因为要找到一个合法的业者 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除此之外 还有整个计划书 或者我们施作的范围 用的什么药品 然后后续的申报 这其实一系列的流程 大家真的要多多注意 所以不要像我一样 原本就觉得 好像社区要消毒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发现要注意到的这个项目还真的很多 但是其实回归到我们自己大众的日常 还是觉得说 我们可以用更方便的方式 来消灭我们现在马上看得到的这些害虫 那其实大家就会想说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上网买 因为我们现在网购真的太方便了 什么6个小时 12个小时到货 其实大家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购物的生活 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想请问署长 如果我们自己想要买这些药品的话 是可以 是合法的吗 是 这里刚好就我们提到 就是说要注意 我们民众在买这个环境用药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好是要到这个合法的商店 当然网路上也可以 不过就是我们如果到一般的这个卖场 或者商店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注意刚刚所提的那些 要有许可证 我们民众买的时候要注意这地方 那网路上的话 我们去买当然也要注意这个事项 不过就是我们对于民众假设 你到出国去带了一些药品回来 还药 那就在网路上卖的话 那这个要小心要有违法 因为我们在 我们对于环境用药的广告 我们都会来跟需要去做这个广告的 业者也好或者民众也好 要强调有三步 第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许可证 我们刚刚讲的嘛 制造 输入 贩卖 这些都要许可证喔 那你如果没有许可证 那你就不要去做这个广告来贩售 否则就违法 那所以说我们一般民众就不要乱买 在网路上你要买的话 你要注意看他有没有许可证 那我们也注意到有些会用假的许可证字号 对啊 你看起来乍看是 可是事实上你直接核对 他字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在实际案例都有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不鼓励说在网路上随便买 那买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他有没有这些字号 另外就是我刚刚所提的 不管是你有这个贩售的业者也好 你民众去国外拿回来也好 那么在网路上呢 你就不要如果说没有这些许可证 你不能去宣称这些效果 比如说我这个要 然后很多看起来都是一些其他国家的文字 那民众也看不懂 那就说这里会有杀虫 杀菌 杀满功能的 那这里可能就会违反了我们的这个环境用的管理法 所以有三步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许可证你不要去刊登 那民众来讲都不要去买这个没有这个我们许可字号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也不要去随便推荐 因为推荐的字眼也可能会触犯了这些相关的法律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掌声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